福尔里达州帕克兰坠所高中的情人节充满血腥味 一名遭到退学的19岁高中生在靠近放学时段 拿着半自动枪返回校园见人就开枪 17人成为枪下亡魂 另外有14人受伤入院抢救 目击者透露事发时大家还以为是火警 当发现大事不妙时 上千名学生四处逃命 很多人因为害怕不断的叫喊 现场一片混乱 周长斯科特谴责暴行 并形容这是极为邪恶的行为 刑犯事后向警方投降 初步鉴定他叫做克鲁兹早前因为与前女友的心欢打架 以及暴力对待前女友而被退学 嫌犯随后转到布劳沃德县的一间学校上课 布劳沃德市长菲尔透露 嫌犯一年前曾经接受心理治疗 调查官也开始检查嫌犯的社交媒体以及所浏览的网站 其中一名同学透露 曾经看见克鲁兹上传自己与枪械的照片 不过在学校却害羞腼腆 行为怪异经常独来独往 调查团队目前还在学校搜证 彻查嫌犯的干难动机 感谢观看